富日旅游最爱疯狂扫货 5000日元就能退税赚假差 但别以为拿信用卡刷牙刷 就没问题 因为现在竟传出 被拒绝退税的状况 有民众在脸书社团分享 聊日本札幌的大碗百货购物 没想到结账时 拿出Visa商务预期卡 想退税店家却说没办法 只因卡上写着英文字 Business 太多人用这张商务卡 只用人头代买之后 那退税就变成是一个黑洞 是大型百货店 或是一些比较大型的购物中心 它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 就开始追究 就是严加盘查 就怕顾客将退税后的商品转售 不少大型商家 现在都寄出相关规定 Dcar上也有苦主分享 在大阪新宅桥的大碗百货 遇上同样种境 明明信用卡的英文名 和护照名相同 但刷卡就是不能退税 不少网友挑出来解答 由于不好分是私人卡 还是商务卡 很多商家没时间查 干脆就不收了 因为商务卡会被认定是公司消费 店家不好办退税 才会抓很紧 在台湾 想拿到商务预期卡 其实不难 像是玉山银行 中国信托 台信银行 汇丰银行等等 各大银行 几乎人人都能申办各种商务卡 即使是个人消费 但在日本就要小心被拒绝退税 很多不同的场合 都会一直发这种卡片 所以有点类似是滥发的情况之下 所以变成人人都有一手商务预期卡 所以你在日本就很容易就中标 就是这个也不能用 最好是出国之前 可以多带两到三张卡片 不妨检查一下 您钱包里的信用卡 或许上方就写着Business字样 不想尴尬退税被拒绝 最好换张卡刷 或者改用现金交易 办理退税 记者余盛行 陈明轩台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工作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